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始于十年前 现在它已成为世界上同类型计划当中 最受欢迎的一个 自1998年招收第一批中国内地学生以来 香港大学在2008年 收到超过一万份的入学申请 招生的第一年 大约30位学生获得了该项入学计划 提供的奖学金 而去年我们从中国内地25个省份 包括北京 上海等主要城市 招收了超过250位学生 香港大学它提供了给我们一个很国际化的视野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跟不同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教授跟学生 能够有这个交流和接触 那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呢 可能会学很多的一些的理论 一些的基础的知识 但是在香港呢 就是学到的东西会更加的 更加新 更加的实用 我觉得香港大学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呢它除了有学业上面 它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去发展自己以外 其实它在课外活动啊 还有在其他的方面呢 它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空间 其实我的时间很多时间 都是花在了一些 课余的方面的一些活动 不仅仅是旅学院方面的 如果要是有兴趣 在其他的社团参加一些活动的话 其实这个选择也非常多的 也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我在高考的时候 是考了上海诗的理科的第一名 然后到香港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对我来说一点是 到了香港 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 然后所有的东西 都是要从零开始 这其实给我一个 怎么说呢 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所有的文化冲击 所谓这个cultural shock 我觉得全部都在香港完成了 当我最后去美国念书 以及工作 我就觉得轻而易举 你适应了这个新环境之后 你发现自己还是能够做到最好 这个过程 这个适应的过程 和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 在此前的基础上 香港大学的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 将会继续录取 更多来自中国内地 出类拔萃的学生 首先我代表香港大学 欢迎这次你们来参加这个派对 在这项计划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大学收生临选委员会主席 石炳士教授说 能迎来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学生 是港大的荣幸 石炳士教授说 他们所有人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 在学习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毕业之后 他们更上一层楼 有些进入海外的名校深造 有些甚至在最后的考试之前 就已经获得在香港的 国际企业工作的机会 大学第三年的时候 我在瑞士银行实习了一年 那时候因为是part time实习 part time读书 所以那段时间还是挺辛苦的 但非常的值得 就算在学习的时候 也能跟你非常多的 和社会接触的机会 比如说他有一些campus的 那个就是校园里的招聘 走出校园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工作 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来香港的时候 我已经感觉到 看到香港就像看到世界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 港大也是一个多元化 学生跟老师师资力量的地方 让我更加准备好了 再看得更多 那我后来去了英国 去了美国学习和工作 我觉得港大绝对是 让我就是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 如鱼得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 向学生提供充满乐趣 与挑战的学习体验 让他们能在毕业之后 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你帮助你帮助你 我还是在这三年里学习 他们对他的帮助教育 到这以后呢 他学习各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我觉得他在香港大学这段经历 会让他终身受用的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能够让我到香港来读书 我也会推荐其他的人 像我一样 能够在香港 能够过这三年美好的时光